国际经典文化协会 原木景枕 从前在北宋有一个小孩非常勤奋 好学又有智慧 他叫司马光 司马光是一个从小到老都努力不懈 勤奋好学的人 在小时候得知叔父为了不贪睡 所以用厚木头做枕头 也是此事启发了小司马光 之后他决定用原木做枕头 只要他的身体移动 原木就会在床上滚动 这样他的头便会碰到床上 会惊醒他 他就会立即醒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起床继续读书 火卧笔编写书籍 为了他的梦想 要努力读书 他最后成为一位刚正不阿的史学家 文学家 为人温良千功有礼 天下的人都尊敬他 相信他 成为世人的榜样 他更为此原木枕头起了一个名字 叫紧枕 此枕头常陪他到老 都爱不释手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 想要做一件事情 要善始善终 不可舌头虎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